真不敢相信 我竟然在家做出了黄油 由于我昨天在家打发了很多奶油 进行实验和测评 所以我就有了一堆已经打发好的奶油 为了消耗它们 避免浪费 我决定把它们做成黄油 我真是个大聪明 哈哈哈哈 由于奶油太多 我决定直接上厨师机 开始我用五档打 打了三分钟 觉得太慢了 直接上十一档 果然不太久变大了 黄油变得越来越炸 慢慢开始水油分离 看黄油都分离出来了 好多呀 现在我们还需要用纱布 把黄油中的牛奶全部过滤出来 把纱布捏紧 使出吃奶的力气 把牛奶挤出来 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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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用力挤 揭开纱布 看看我可爱的球形黄油 剩下的这些就是脱制牛奶了 最后我们给黄油塑个形 就这样 那样 给它整个长方形 经过一番操作 1000克奶油最后得到 570克黄油和430克脱制牛奶 下次我们用这个黄油做饼干试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